去住 京城 救命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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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 来 主子 快走 人人都说秦王孙弱不禁风 今日仿智 原是珍藏不漏啊 过奖了 即使保命之道 又怎能四处宣扬呢 放了他 我保证你安全离开 可惜了 他杀死我最爱的女人 必须一命长一命 你到底是谁 你还记得萧红叶吗 那个被你杀死的女官 你是他的情人 她是我的未婚妻 为了替我筹备 今生之资 才偷偷倒走了宝珠 都是你杀了她 这倒是很稀奇 她死在王后手里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你闭嘴 像你这样的女人 就一个千斗万剐 住手 都别过来 你想干什么 荆祝我若葬身于此 他也得陪我上路 你说 要怎么样才肯放人 你们都退后 让我走 我答应 不可能 怎么 意见不统一呢 到底听谁呢 吕不韦 放了他 他会伤了浩兰 你以为你抓了他 就可以威胁我 他是谁 在吕不韦心里 他什么都不是 吕不韦 杀了他 我让你杀了他 我真的会杀了他 懦夫 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你说什么 萧红叶不是为了你盗珠宝 不是为了你留在宫中 不是为了你 争权夺利 胡说 你胡说 杀死他的人不是别人 是你 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全是因为你无能愚蠢 你住口 你才是天底下 最愚蠢的男人 浩兰 秦王孙 秦王孙 吕不韦 你还站着干什么 秦王孙受伤了 快过来帮忙 追兵很快回到 我们得立刻重发 不行 秦王孙现在受了重伤 急去议事 再迟就前功尽弃了 吕不韦 你真的要杀死秦王孙吗 我是在救他 高将军 谢天谢地 你可终于来了 是 我在山下捷报 就迅速赶上来了 怎么回事 王孙遇刺了 快 快扶王孙下山 走 延发 公主 化 tier 小子 岩 我们回顾 倡饶 但却伤了心脉 那该怎么医治 需要服什么药 平时需要怎么护理 还有饮食 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 公主 王孙如今病重 需要安静地休息 请您保持安静 你放肆 公主 王后召见 我不去 在王孙醒来以前 我哪儿也不去 可是王后她 没听见我说话吗 夏雪怕戳怒了王后 她一定会 牵怒于王孙 殷小春 我信你的本事 忍你的脾气 但凡王孙有半点损伤 我要你的命 你这是干什么 王孙今天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 你竟还敢出现在这儿 王孙受伤 昊兰 昊兰心中十分愧疚 但昊兰欠王孙的 可不欠公主分合 我教训一个奴婢 需要理由吗 公主一时情急 冲昏头脑 传扬到王后耳中 王后必定立刻为公主择婿 让您远远嫁出去 并免闹出丑闻 影响王氏声誉 马浮山上的事 公主全忘了吗 我知你言辞锋利 也尽你的胆色 但是因为你 我险些失去最爱的人 李浩岚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让你 靠近王孙半步 公主 爱一个人 就像手里握着流纱 握着月锦 失去的越快 公主什么时候 懂得尊重王孙 她才会真正正视你 母亲 您找我 你看 你兄长 刚刚送来的黄英 漂不漂亮啊 若是你没有别的吩咐 女儿就先告退了 哪里都不许去 她受伤了 伤得很重 那就让她死 母亲 你整天围着个质子 转来转去 就不怕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 这个时候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必须陪在她身边 你再敢动半步 我就杀了她 母亲 因为何如此冷酷地阻止我 仅仅因为她是情人 还是因为她是质子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天下的男人 你可以任意挑选 你可以爱上 泛夫走卒 你甚至可以爱上 叛逆死囚 但你绝对不可以爱上一个 不爱你的人 可是在我心里 只要能够达成目的 得到心爱的人 我什么都可以不顾 也包括舍弃尊严 不顾廉耻吗 官官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母亲您一直告诫我 男人和女人没有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男人有追求爱的权利 而女人却不行 我是告诉过你要积极争取 可我也告急过你 上天生你为女人 是要你受到呵护 受到宠爱 得到幸福 而不是 自讨苦吃 窈窕淑女 妤媚求知 是人家爱求的果成而厌倦 唾手可得的一切 秦王孙一点也不特殊 一个女人 如果没有脊梁 时时向男人低头起怜 那就算是你心爱的人 也会瞧不起你的 小春 你承识告诉我 秦王孙的伤势到底如何 我这么说吧 若换了别人医治 现在就得入恋了 小春 别紧张 这不碰上我了吗 放心 他会很快醒过来 只是伤了心脉 需要休养半年 还能恢复如初吗 能保住性命已是大幸 若医治好了 如果今后 也有可能胸闷或者隐痛 昊兰 你是对的 若当初离开赵国 只怕未到边境 王孙便丢了性命 主人 你到底为什么不请医师啊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 你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还是不想让昊兰姐知道 你想多了 不 不是我多想 是你一直在骗人 我没有 你有 你不光骗别人 你还骗自己 假装冷酷无情 假装毫无爱意 假装玩食一块 假装没有痛苦 不会流血 司徒月 明明你也为她受了伤 可是您为什么不告诉她呀 我为什么要任凭她误会您啊 既然要斩断情愫 就不该动摇她的心 可是她恨您啊 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昊兰姐之前说您狠 我还不相信 可是现在我信了 您不光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完全不给自己留半条退路啊 别再说了 不 我要说 我一定要说 主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昊兰姐呢 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自己啊 你不会懂的 第一次遇见昊兰 我就知道她跟我很像 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不肯服输 哪怕临到绝路 都要闯一闯 我们俩 就像光和影 相互吸引 理所当然地会相安 可是我跟她 毕竟有不同的追求 全世地位对她而言 不如一个温暖的家 而我 既然给不了 就不该给她任何希望 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我一生所求 唯有全世儿子 从不知后悔为何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